2021台股畢業典禮 我們要來唱畢業歌囉 朋友 不曾聽順過 一直畢業你就懂 還有傷 還有痛 不要怕 還有我 不要怕啦 還有我啦 因為很多人畢業了 聽說現在台股一畢業 反而台股就反彈了 你看今天台股就大展了 然後我們要告訴你 各位老師 各位老師 各位分析師的畢業文 還有哲哲的畢業文是什麼 心得什麼 還有很多標股 都在我們今天的 瘋狂股市福利社喔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我主持人 哲哲郭忠 畢業快樂 畢業快樂 真的快樂嗎 是啊 好像有幾滴淚在臉上對不對 台股畢業了 對我今天是校長 這很有 是 我要來宣布 畢業典禮開始嗎 對 八進 八進七出 航運全請獎 哈哈 是什麼獎 恭喜 畢業生 趙子 不是 郭哲� 謝謝你 趙子老真是 來來來來 這個典禮這個不太好 這個八進七出啊 還是你現在變八進八出 八進八出了好不好 好運股就過去了好不好 畢業快樂 畢業快樂 拜拜 台股畢業啦 我們的模範畢業生來 一個一個來 今天這個畢業典禮應該哭還是笑呢 對啊 效忠帶累對不對 是的沒有錯 這個是舊集三點半 當沖貢獻獎畢業生 恭喜你 我從當沖市場畢業了今天 是 等一下會解釋清楚 好 為你撥稅 畢業快樂 我怎麼覺得國中老師比較像那個 比較像校長啊 比較 像國中校長 像國中校長 你說 因為我有那個本錢 好 再來這一位呢 是我們南科一夢小道勤勉獎 很勤勉啦 請免得進出對不對 對啊 我花了23個小時 去做這個美股跟台股 結果最後也是畢業空歡喜而已 對 好努力 想要聽清楚 等一下我們要再聽一下 真棒 等一下有畢業發表文 好 再來我們第三位 有自備道具 特殊服裝 是啊 不是 這個是我幫我朋友領的 他的畢業證書 因為他現在人間爭霸 好我們等一下來看 到底他本人 還是他的朋友的故事 我們來聽聽看 真的有朋友 不是我 開高槓桿 最佳勇氣獎 畢業生的朋友 好不好 好好好 余有榮嚴 那你多一張紙可以睡公園 公園 公園第一排 好 今天的節目是真的很精彩啦 對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個瘋狂股市福利社 除了在畢業典禮外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主軸 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主題 謝謝校長 撥碎成功 我有長頭髮的感覺 祝大家畢業快樂 有沒有感覺很帥氣的感覺 有沒有機會在入選 是啊 多了一個長頭髮 好不好 重點是你看 一顆畢業文出現 你有沒有看到 一畢業文出現 台股就反彈了四五百點 我還今天大漲耶 是啊 所以你看 真的畢業季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反而籌碼乾淨 見低點 不過我們告訴你 各位老師 各位老師也好 你覺得老師也好 你覺得老師也好 真心畢業文 告訴你哪些事不要做 好不好 真心的畢業文 好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很多玩家流產 我畢業了 我畢業了 怎麼辦 對不對 跟台股畢業了 另外一個我們看一下 台積超預期 哇塞 那個財報很漂亮 沒錯 是不是 人家以為是台積電打種臉 充胖子 不是啊 是外資的 是台積電打種外資的臉 是不是 打臉外資 好不好 另外一個是什麼 智障來了 智障真的來了 誰誰 不要亂講人家 真的來了 手亂指 不要亂指啊 我們不要互相傷害 我們要指那個字 指那個字 指那個字 好 再講清楚 一言指上不好 等一下被截圖 對 好 中美PPI 斬服金人 智障真的來了 停自信通膨真的來了 好不好 這為什麼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請 畢業生代表 我們第一位 對 先來發表這個畢業概念 台穎谷告訴你 就是有時候 來小 台穎 不錯 剛剛那個可以講嗎 我說我啊 OK 我說我啊 不然呢 但是可以講啊 有時候就是你想要 買最低賣最高 有時候該走的時候走 沒有辦法 不然其實有時候不會受傷害這麼重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折折告訴你這個 畢業了 畢業了 台穎告訴你就是說 我台穎畢業是從航運股畢業 我覺得航運股不行了 也告訴你一件事情 可是該走就走 你現在其實越早畢業的時候越好 你越完畢業反而不好 是 不只畢業以後 整個人生也畢業了 所以台穎 有時候這個航運股畢業不是不好 對 人生會再起來 好不好 這是我對航運股的看法 好不好 有些東西不要亂做 破了一個停損點 就是該走就走 破了一個頸線該走就走 這是我的畢業心得 我不知道 誰要有個專業的分析師啊 是 好不好 我們要請那個第一位 是誰 楊國中分析師 國中校長 當沖共縣交 我跟你講你真的像那種校長 他的臉看起來就是威嚴 我是那種先老起來等的 OK 這是一個28歲小夥子的畢業文 現在有不甘不服氣 畢業日子終究來到了 好 我從2016年這個踏入股市到現在 一路的虧損 特別是今年流行的現股當沖 我光今年就把現股當沖 賠了100萬 這是我過去幾年 努力辛苦累積的財富 今年全部都歸零了 因此我被迫必須下定決心 離開市場 期待三年後再來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我絕對不幹這個傻事 對 然後最後PS 有沒有過來人 可以指引我一盞明燈 一個方向讓我重新站起來 再PS一次 很感謝我的音樂員 在我最困苦的時候 還費了1萬塊錢 來補貼我的生活 天啊 音樂員 他真的有PS的感覺 我覺得講的比我好很多 對啊 國中老師 國中是分析師 是開玩笑的 其實我有切身的經驗 以前的經驗 以前我在剛畢業的時候 跑記者 以前記者1到5上班 禮拜六不曾經有上班兩個小時嗎 股市有開班兩個小時嗎 沒事對不對 我很厲害對不對 我很多訊息對不對 我跑去玩當沖 對 那個時候就去玩當沖 就是少年的時候走過歪路啊 所以當然下場也是很慘 所以真的當沖是無法成為贏家的 很難 切身之痛 當沖我覺得難度比做波段還難 太高太高了 100倍 對 而且那個當沖玩以後你心臟會不好 對啊 因為是每一秒每一分在看的 很像國中老師以前說是記者嗎 應該有很多消息 結果當沖還是玩不過 真的不要玩真的不要玩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你說偶爾可以 今天行情大可以 可是你如果為了單沖還是單沖 真的還幾乎沒看到人能賺錢 所以這是國中老師 告訴你的單沖畢業文 好不好 那他誰的畢業文來告訴你 好在我們第二位來賓 我 勤勉講 我覺得你這句話很酸的 你知道嗎 勤勉什麼意思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工勞 你只有苦勞而已 你很努力 勤勉講 你知道嗎 勤勉 勤勉老師怎麼說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在期貨公司上班 所以大家先知道 我是一個 老師可以讓我們看一下你這個勤勉講 然後拉高一點 勤勉講 這邊 小道勤勉講 因為我是在小道窮上面 疊了很重的一跤 那時候在期貨公司上班 白天在看盤做分析 晚上就是忍不住手癢 進場去小吃的身手 那我那時候已經在期貨公司做了十年 所以不是這個期貨市場的小白 我其實已經相當老的一個老手了 但是一樣栽在小道窮上面 因為那時候我好不容易準備了一百萬的資金 然後看到小道窮破了月線的時候 去放空五口的小道窮 其實那時候保證應該只要八十幾萬而已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假設我如果五口單一路放到跌到最低點的話 我算下來就是說 這五口單可以讓我賺到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塊美元 大概是兩百八十萬台幣 很多耶 對一百萬賺兩百八十萬很好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就是敗在太灘了 我那個時候空下去 大家知道期貨市場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性 就是說 你每天賺的錢到結算之後 那個保證金可以在哪來動用 所以我那個時候剛好空下去 我覺得我好像是這個空軍總司令 還沒有我神啊 就一路空下去 每天流倉剛好錢就夠我再加倍 你有影射誰嗎 沒有沒有影射誰 對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台灣我最會空了啦 所以一路就從這個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五點 空到一萬五千三百七點 每天就是流倉剛好又再可以加碼 對 所以我從五口單做到這個八月二十號 當天大跌一千多點的時候 我五口單變成一百三十七口單 對 五口單變成一百三十七口耶 一個月喔一個月喔 一百萬變成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萬 美金的台幣台幣 台幣 我帳面損益變一千五百萬 五百萬變一千五百萬 可是你口數不只 超誇張 變一百三十七口 可是你資產才三倍而已不是嗎 就是沒有我那時候剛好一百萬 我可以剛好做五口單流倉 然後你知道期貨市場它當充保證金減半 所以五口當天可以做到十口 十口你只要當天賺到十口的錢 你幹桿犯超大的 你資產才增加三倍 可是你口數從五口單變到一百三十七口 因為我們期貨市場有一個叫做到金字塔加碼 就是你順勢可以一路加碼下去 所以剛好那一段行情就是每天跌每天跌 所以我做到那天要大跌一千點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我是省了 因為 真的是省啊 最後因為那天剛好就是閃崩跌一千點 我那時候 睡著 我沒有睡著 是因為它瞬間十分鐘拉了七百點 然後你知道一百三十七口單的問題在哪 我掛了下面大概疊八百點幾十九百點 每大概十點都掛五口的停歷單 我懂的 對但急拉上去的時候你會發現到 哇你掛了三套分散 你的問題是到金字塔 如果你是每一口每疊的點數平均還不那麼慘 你到金字塔 當然一路加碼到最低的時候最多 如果那一把奧對 真的奧到像這個去年三月閃崩了好幾天的話 我可能就是上一身家現在就財富自由了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八百點的急拉 我下面掛的停歷單是五口五口掛 所以當它急拉的時候 我開始去取消單來不及取消 就一路拉上來 然後我就被斷頭 所以我斷頭出場 本來可以賺到一千五百多萬的 結果斷頭出場只剩一百七十幾萬 從一間房子變成一台國產車 這個讓我真的覺得 騎貨市場或說這麼貪心的玩法 其實真的不太適合 沒關係啦 在車子裡面也可以睡覺啦 好不好 對啊 還有一個是在紙箱裡面也可以睡覺 在紙箱裡面睡覺的好不好 紙箱拿出來好不好 這什麼獎 紙箱紙箱 最佳勇氣獎 其實這個不是我自己本人的 不是要先聲明 但是我覺得可以給所有投資朋友一個觀念 就是最近千萬不要亂接陌生人 就是不太熟朋友的來電 那這個故事是這個樣子 是說在七月中的時候 就有曾經那種見過兩次面的朋友 突然Line我一下 私訊一下 就說不好意思 我媽媽最近過世了 可不可以借我十萬塊 他連商賬費都那麼多 我想說你才見過我兩次面 為什麼這樣子 結果 後來我就想說 好吧就當包百包 結果回過去五千塊 人間蒸發 結果後來才側面得知 我國中同學是他的朋友 後來他真的是 騙了將近二十幾個人 大約差不多一百萬 為什麼 因為他六月的時候進場 然後七月的時候急跌 吃了兩根 黑K 所以最後就發現 他那個融資源繳不出來 166的這個融資維持率 他掉到了130 追腳令 繳不出來補不出來的時候 開始他的心態又作祟了 他想說 那七月之前的時候 他全部all in 重壓陽明 結果他分散的借貸 我就覺得他的投資觀念 是非常的具有那種可爭議性 所以我覺得所有投資朋友 在最近的時候 尤其融資追腳令出現的時候 各式各樣湊錢的方式 一定要小心幾乘比方 所以不要融資 對 所以重點告訴你不要融資 然後想到了要注意一下 你二十四小時充 有時候加碼不要太快 第三個不要做單充 這個韓運股的話 有時候你停損點該到要走 還是得走 這個告訴大家好不好 所以今天台股的一個 真正的畢業文 好不好 除了這個畢業文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來 福利色先解盤 來來來 這個393點 這393點 看起來400點 哇 這好像打不過是底層型的 開在最低點 我直接問各個分析師 下禮拜你們怎麼看法 下禮拜是漲還跌 不知道沒關係 好我們舉圈插牌 看三位來賓 三位都看好 圈圈有點歪 沒關係為什麼歪 歪的圈圈為什麼 老師這麼說 基本上這邊是底部是確認的 因為你看最近我們一直跟我講 這個不要看外資 外資神經病 漲就大買然後跌就狂賣 主要在做賺那個期貨的差 期貨的這個獲利 主要是什麼原因呢 底部今年從15159 16248 包括最近的16100多點 都是投信買出來的 投信裡面有很多官股的色彩 在裡面 這是個扎實的底部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我昨天特別去算了一下 台北股市目前在16400點 左右的水準來看的話 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大概是14.8倍左右 那過去台北股市長期以來 歷史平均本益比的上下區間在哪裡 在15跟20倍 也就是說 台北股市在16000點出頭呢 本益比是低估的 是低過於歷史的平均水位 所以這邊底部是可以性的 但是為什麼我剛剛這個圈圈有點歪呢 因為上方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包括有月線有季線 有半年線是下彎的 所以調整期會稍微久一些些 所以我認為需要做橫盤的擴底 好 這是第一個 來看一下 還是需要時間 那漢文哥 對 因為我之前 前兩禮拜都看得比較保守 是因為那時候看到 美元在走高 美債地域在往上飆高 所以我覺得整個資金面 是不利台股的一個走勢的 但你可以發現到 最近美元指數開始下跌了 美債地域開始出現下彎的一個格局 代表國際資金我覺得 有機會回到亞洲的市場 那這時候情況當然 對台股來看的話 我覺得相對就比較有利 這樣說你可以看到今天漲什麼 都漲這些大型的全資股 所以如果舊指數來看的話 下個禮拜只要電子股續漲 加上說整個傳產股的部分 你看到今天的鋼鐵族群 一些原位要報價的走高 我覺得下個禮拜 舊指數來看的話 是有機會再往上 甚至說有機會 直接去挑戰季線的關卡 所以這是這個看法好不好 所以下周大家看起來都蠻樂觀的喔 我們快速來解盤一下 來 來 這3點8 2點喔 我們節目是1 3 5都是 就是只有解盤 每天1到5都8點上線 只是1 3 5是比較貼近盤面的 2 4是教學 是比較偏教學的 這8點喔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那3點8 2點我善規指數也蠻強的 去看一下 收線大家說下禮拜有機會收紅喔 就這些收紅一票 因為底部確立了好不好 來 來看一下 哇買了279 你不覺得外資很像瘋子嗎 要嘛就恨他 要嘛就愛他 砍的時候很無情 對 砍的時候很無情 買的時候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小展小碟 不是那種小買小賣 是大買大賣你知道嗎 沒在客氣的 沒在客氣的你問他 對啊 真的很誇張喔 外資買的這麼誇張 好來看一下喔 外資新年好像本來 本來就有機會變成總員買超 現在快6 本來在昨天之前快6000億了 5500億啦 是 你看這歷史上唯一是喔 就是說這20年來唯一是 連續兩年有可能是賣超的 是 可是我覺得現在只要賣超 減少一半就好 台股就輕鬆上一萬九了 因為5500億減少一半 2000多億 你看喔 2000多億 1億漲一點差不多啊 今天279億啊 也漲了快400點啊 1億漲一點要求不夠多嘛 對不對 沒錯 這跟大家講 參考一下我們快速 下一個 期貨 今天就今天的買超 這麼大 期貨小幅的增加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是 好不好來 好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下來了喔 好不好 因為PBI嘛 PBI增幅有下滑了嘛 等一下再請分析師解釋一下 好不好 應該說增幅有下滑 來我們來看一下 哇 你看如果真 如果是 看得到通貨膨脹率沒有見頂的話 已經見頂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這些煤礦砂 這邊也會下滑呢 注意一下好不好 來 看一下 哇 尤達說面板淡季提前報到 好不好 也蠻老實的 連假想說回不去的 代表暗示你可能會漲價啦 是 入口線類停滯性通膨啦 對 好不好 這是我們說的智障 沒有 廢的時候 這個會不會 因為停滯性通膨你這樣怎麼就很麻煩啊 是啊 你這樣怎麼就讓你通膨起來啦 你這樣怎麼就要印鈔票 鈔票太多了 你還印鈔票 你這不是通膨更嚴重嗎 對 11月說再看起來是世代必行的好不好 對 然後台積獲利標 我們請分析師來解釋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來 好 今日我這一天六檔股票 來簡短說一下 來 好的第一檔是3665的茂連 茂連前三季營收已經比去年增長了26% 那第四季開始呢 半導體啊 車用跟資料中心 成長性都頗豐 重點是法輪預估什麼 因為它的成長性是很確認的 明年的一整年的預估的營收 有可能比今年債政四成 它的技術的優勢是什麼 均線都踩在腳下 大盤還有上漲反壓對不對 它是踩在腳下 那MACD的部分呢 這個雙線跟零軸也都全部都站上了 月季線金叉 我認為整理過後 有機會變成一個起漲的觀察標的 那第二檔選的是6788的華景店 那這個是新的上櫃的 在9月29號上櫃 上櫃的價格是193.5元 那今天漲停板的價格是228.5元 只有漲了18% 它的利基在哪裡呢 它是台積電的這個受惠股 因為它專注的是半導體設備的 防治污染的公司 這是一個 因為未來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每年動輒超過300多億美金 所以它是一個設備的必備廠 所以這樣未來三年的成長性是可期的 那MACD有沒有看到 今天連續翻紅第二天 在零軸附近 我認為有機會請成波段起漲 好 那就是跟大家講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銅跟惠特 對 那第一銅的部分 當然主要在說 銅價昨天創了4個月的新高 那台灣的第一銅的股價 大概是近4個月的新低啦 所以我覺得它有非常明顯 落後補漲的一個動能 所以很簡單 如果說你下禮拜看到銅價續漲的話 我覺得第一銅就還有續漲的一個空間 第二銅在惠特的部分的話 但下個禮拜 蘋果會有一個第二波新品的發表 大家說可能MiniLED 可能會納入到相關的 MacBook的一個供應鏈 那惠特做這個所謂的 MiniLED的一個分類的檢測儀 那當然市場預期說 可能下半年業績有機會成長 股價低檔出現補漲的動能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機會的 好這惠特 低銅該標的時候很標喔 來我們下一個 看起來都是洪家軍的代表 洪家軍基本上洪准啊 就是現況來講是壓越久抵越大 那基本上我為什麼會選擇洪准 因為我們來看到它有兩個雙保險 第一個呢是它的生計 它有去做併購嘛 然後第二個呢是來自於電動車 但它退殼手 它的iPhone 13的機殼 是它原本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KD指標 其實KD指標我們可以簡單看得到 黃金交叉在最近 也就是今天的時候出現了 所以代表說這附近來講 是一個相對好的 比較好的一個買點 那在MACD柱狀體上面來講的時候 雖然前三天來講的時候 都會是收綠的 收黑的 但是呢其實在未來來講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MACD柱狀體其實會 下一週開始 因為MIH的這樣的議題發燒 其實是會有翻紅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我是相對來講 比較看好紅嘴 好 第二檔上面來看的時候 是以勝KY 因為以勝KY是電子中油的 特斯拉的零組件 那特斯拉所有大型基建 都會是來自於以勝KY 並且受惠於MIH概念股 在於下一個禮拜當中的 MIH的這個洪海科技日的發表 其實以勝KY它有比較多 利多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在反映在 MACD柱狀體上面來講的時候 你看過去一直以來都會是收紅 並且在這個KD指標上面的 黃金交叉也是在前一天出現 所以我覺得在以勝跟洪准 這兩檔股票上面來講的時候 現在來講是相對來講 比較好的一個買點出現 好 這個現行不錯 現行不錯 而且有10月18股票 各位來賓老師都很會選股票 好不好 今天我最貼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台積大頭條 來來來 最大台積頭條是什麼 台積店 唉呦 對 今天有這個好像組婚人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兩個主題 第一個是台積店的超乎預期 超乎預期打了誰 打外資的臉 狠狠的打了好多巴掌 待會跟各位做分析 另外PPI增幅金人 通膨的概念又跑出來 因為歷史上美股確實曾經 因為通貨膨脹太高的情況之下 出現後面的股市的大幅度的修正 那這一次會嗎 市場需要太擔心嗎 智障都跑出來了 平智性通膨脹的名詞都跑出來了 我會趕快走掉 不要講 這個投資朋友真的會心裡真的會很有壓力 這兩個主題呢 幫各位帶出四檔股票 特別是抗通膨概念股 以前一般人會認為什麼 抗通膨就是買原物料嘛對不對 是 我跟各位講是錯的 抗通膨有更好的另類的選擇 待會跟各位做分析 有喔 好 我們來看這個 台積店打臉外資 狠狠地打了好多巴掌 對 第一個是什麼 他說這個台積店 之前傳說有沒有閒置產能 會有 簡直是亂講一通 事實上證明 合併營收 這個是成長的 YAQOQOQ都很棒 所有盈率 EPS也是6.03 超乎市場預期很多 特別是這個毛利率 這個外資說 他第三季的財報呢 毛利率 因保證不會超過50% 結果出來的數字是51.3 而且預估 大謀啊 公司是不會騙人 台積店是很有誠信的 這個邁你那一家嘛 對 公司還預估第四季是51到53 甚至有機會到53 這個數字是很恐怖的 好 我們跟各位講了一個訊息是說 之前外資有說什麼 Q4會有閒置產能出來 之前不是有overbooking的傳言嗎 是啊 看起來沒有 overbooking確實有對不對 那廠商是不是會抽單 他把overbooking的部分 抽的部分把它認為是 台積電的產能就沒了 就變成一個閒置產能 簡直亂講一通 是啊 對對對 有可能反而就是 需求很高 對 另外說 抽部分單 可是問題是需求還是 還是很多啊 你還是供不應求啊 另外一個是毛利率的問題 你說 因為台積電今年Q1Q2 真的對他的客戶很好 其他的電子股是不是漲翻了 漲價一波一波再一波 聯電也先這個漲價 但是他體恤他的客戶 他遲遲Q1Q2沒有漲價 也直到Q3G末才漲價 所以他的定價權 他是擁有在手上的 所以他之前的毛利率被侵蝕到之後 他用漲價的方式把它彌補過來了 所以這個趨勢是沒有改變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說這個3奈米有沒有 進度會延後亂講一通 他延後的是這個3奈米的進階版 3奈米的改良版原本就是明年 2022年Q4的時候 3奈米出來之後呢 延後一年才會生產 結果他把假的訊息把它丟出來 這個栽贓 而且你2奈米2025年就要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是非常之好 重點是資本支出也持續的這個沒有改變 會造成整個台積電族群 這個設備 設備股的概念股呢 都有持續成長的空間 然後我跟各位提一個一個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的一個概念 台積電7奈米的時候股價300塊 5奈米的時候股價5-600塊 那3奈米的時候應該就是8-900塊了 所以這是我認為對 所以那你就1000塊了 對 然後剛剛還有呼籲我剛剛所說的 現在有很多外資還1000塊 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目前在歷史區間的下源還低一點 是 超跌的意思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依舊是台灣 現在本益比多少 20 本益比14.8左右 台北股市就加全 就是台股的本益比 加全股價指數而言 所以整個被外資之前掃蕩到有沒有 超跌的這個區塊了 再來 另外跟各位談下一個主題 這個是大陸剪刀差 就是說它的PPI 剪刀 好大的剪刀 OK PPI大幅度 今年來大幅度的擴升 因為缺料的關係 然後CPI維持到0.7 就是說這個速度 這個缺口很大 來看下一張 這不太對 對 就是感覺物價散漲了 可是消費力道又提不起來 對 所以就會變成智障就是這樣來的 OK 我覺得一直在罵人 不能夠亂比 我都不舒服 這邊啥秒 不要講智障 不要亂比 不要亂比 智障 好的 好的 OK 畢竟大陸的市場跟美國比起來還是小很多 對 目前看起來是我們還是比較 全市場比較關注的是在美國的部分 PPI 爆衝到8.6 然後呢 他們的CPI的部分 超過4 超過4 9次裡面 有8次 3個月後 股市都大跌 那大跌的原因是 原因是什麼呢 FED有動作 FED有緊縮 那2005是唯一一次 它的CPI超過5的時候 股市沒有崩盤 為什麼 FED沒有動作 也就是說 言下之意 這一次看到哪裡 看到5.39之後呢 你要特別去關注 FED有沒有緊縮 有沒有生息的意思 所以 只是說 按照過去的歷史經驗呢 通貨膨脹都是假議題 因為通貨膨脹從來沒有讓我們的生活出現很大的改變 因為它就是溫和的成長 反而是全世界的央行都默许 都默認溫和的通膨 2%啦 3%呢 反而有助於經濟的成長 甚至不會太多 對 所以目前是暫時來到5.39 但是過去的歷史 換大一點喔 過去的歷史經驗呢 FED在抗通膨 抑制通膨的情況之下 有升息股市才有大幅度的下修 好 那現在的FED裡面的理事投票有沒有 大部分的還是維持在2023左右才會升息 甚至明年都不太可能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假議題 假議題的機會會比較大一些些 好我們看下一個 好 墨櫃才在細節裡 而且你看喔 最近新的數字裡面 看東西要看到細節裡面喔 CPI9月的是年月增0.5 叫8月的月增0.7 月為的放緩 而且市場預估原本是9月的CPI 月增應該要0.6的 是稍微小一點點 所以說有點轉彎的味道在這裡面喔 所以我們認為通膨假議題的機會會比較大一些些 好 OK 好 那我們看跟各位挑選兩檔台積電概念股 跟兩檔的抗通膨概念股 我們看一個是洪康 洪康是台積電的半導體的材料的分析 還有這個測試 這是必備廠商 就是說設備股裡面它是需求是一定是很穩固的喔 機單很強勁 先生製程 第一班三代的半導體的這個雙引擎動能喔 都有成長的區間 大盤在修正有沒有 它維持橫盤 為什麼 它底氣夠強 基礎夠強喔 MACD閉合 我認為也有機會 看能不能突破前高168 展開一個3月底部成立之後 往上的噴出 這是給各位選擇3587的洪康 那第二個是5347的世界先進 為什麼選它呢 台積電在8月9月的時候 標長的時候 唯一掌過它的半導體股就是世界先進 這是這樣的概念 前一波這裡有沒有 MACD雙指標形成雙雙的同步翻紅 股價一飛衝天 那目前雙線做閉合了 柱狀體收斂了 所以耐心等下個未來兩週 如果它的柱狀體由綠色的類似這裡 變成紅K的情況之下 就有機會 很重要嗎 對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的漲法 所以這個給各位做參考 好 另外一個我們講 抗通膨 是很少講這兩檔股票 很簡單的ETF 為什麼 對 抗通膨 我們舉這個2008金融海嘯的故事 那年的油價噴到147美金 通貨膨脹的概念大起 大家去搶買什麼 買原油的ETF 買了很多原物料的股票對不對 當年是有賺 可是當年賺完之後 每年都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有這個抗通膨的概念的情況之下 你不如去尋找什麼 買底氣最強的龍頭股 老師你信手臉來都是歷史 對 告訴大家 因為老起來等了 OK 所以我幫各位選什麼 選兩檔ETF 不要特別選到看通膨 到最後你也是要短進短出 對 你說你當下是會有獲利 但是隔年隔一季就不一定了 因為通膨都是假議題 過去歷史諮驗 當下很恐怖 可是那個事件落幕之後 股價嗚呼哀哉 你反而是回檔的時候 要去買ETF 原大不要買ETF 所以 因為我們去觀察 你看喔 2008年投資到今天 標普500的報酬 標普500的報酬率是186% 不錯 下一個更多 你看下一個 是 納斯達克有沒有 2008年投資到今天 納斯達克100 報酬率是552% 當然 ETF 這是美股的ETF 所以美國的市場 這些交易比較多 那台灣現在ETF很盛行對不對 看上一張 這是原大出的 原大的標普500ETF 是00646 這個現行都跟大盤貼的走 跟美國的股市貼的走 目前趨勢還是多頭的沒有改變 那下一個是 富邦出的 納斯達克100的ETF 代號是00662 我認為 因為它的成長性夠 不用 我們看上一張 我有特別寫 不用花心思選股了 因為指數成分股已經是太弱 流強的結果 重點是 你要 抗通膨 你要打 擊敗這個定存 你要擊敗這個債券型基金 對不對 這些的獲利遠遠超過定存 遠遠的超過債券型的固定收益的獲利 長期更是勝過原物料很多很多 所以這是兩個另類 如果你在擔心什麼 擔心 擔心通膨 智障 再來一次智障 如果你擔心通膨的情況之下 這兩打是個另類的 我認為比原物料股會好很多 長期爆發力穩固 而且有期待性的選擇 懂了 那這四檔 又有看通膨 又有台積電概念股 老師你要選哪一檔 我目前是選5347的世界先進 好吧 我也跟你選一樣了好不好 是 那那個呢 那我們 我會選5347的世界先進 是 和我老師呢 對 我會選5347 是喔 對 為什麼 我覺得看起來你要做台積電概念股 就不如做跟它類似的股票 我覺得相對是比較好 我懂了 所以還是看好台積基幹念股 好 那那個B.S 不要補500 簡單易懂是不是 簡單易懂 不要想那麼多是不是 如果怕智障的話 怕智障 一講一講 好 這是單壓嗎 酸壓嗎 三壓嗎 單壓乘以3是不是 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謝謝老師啦 這個真的 我覺得比較像牧師 老師你覺得你很像牧師 就是有神聖的感覺 我是全台灣唯一一位 你也不用道具就可以演和尚的人 對 對 客氣 老師 你看EQ多高 對啊 有時候EQ是很重要的 很羨慕 所以 這是我們這一階段告訴你 台積的這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PBI有沒有問題 智障真的來了嗎 來的不用怕 我們用高超的智慧來解決它 好 這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階段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我們請漢偉哥 請漢偉哥來 大家好 我們最近有成立的 瘋狂股市福利社的臉書 專頁 對你這邊要開始按讚喔 然後訂閱追蹤我們的喔 好不好 加入我們最喜愛最喜歡的追蹤裡面 點追蹤裡面要看喔 我們未來有很多活動小活動 還有小編都會整理一些 分享心得 都會在我們的臉書專頁 好不好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臉書喔 好不好 謝謝各位 台股畢業季 今天由我這個校長 站在這個位置來幫忙主持 真心畢業文 其實在網路上其實看到很多 尤其最近航運都是 所以大家都想知道 現在籌碼真的是乾淨了嗎 見低點 因為大家都畢業了 真的是這樣嗎老師 對真的變得乾淨了許多 不管你看航運族群 電子族群 傳染族群 真的該斷的都斷的差不多了 好慘喔 我們其實剛剛前面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自己小道熊的畢業文 我空在最低點之後 後面整個行情就反轉往上 所以空軍一死 行情就會反轉 那現在是多頭已經差不多 該斷的差不多了 所以這時候當然也代表說 行情看起來 有一點點回穩 有一點點反彈的一個跡象 所以重點會在於說 目前你可以發現到 航運族群其實最近越來越多人 傳出來說 咕嚕咕嚕 他已經沒辦法了 咕嚕咕嚕了啦 虧損越來越嚴重 對很多 這個也是還有砍出去的喔 如果現在沒有砍出去的人 他可能面對到的虧損其實也有持續在加重的一個情況 所以要當中 當中像這個 有這種虧一百五十幾萬的啦 也有虧八十萬左右 心好痛喔 對還有虧一萬二比較少 但他資金其實才買了兩千五百股啦 2.5張的萬海就虧了12萬 這個其實也是傷得相當的重喔 很多啊 對那你看到這些 其實網上還有更多的啦 有PO出來 比方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你看像這一個 他從七月份一路買這個 長榮、陽明、萬海 這邊 從七月份買到九月份 就是邊疊邊攤邊加碼 那你看到最後 最後他虧損到267萬 再認賠出場喔 直接當副船長了 他有在網路上自己寫說 自己就是大富啦 對大富 就變成大... 大富 富值的富了 對虧損就虧得相當的重啦 所以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們看到畢業文系裡面都相當的不捨啦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 到底你遇到這種情況 該怎麼樣處理 再老師我有問題耶 因為你剛剛有講到 像是航運、船產這些 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都沒有看到電子股 有畢業文這件事情 對我們整理三個 可能電子股沒有畢業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就可以看到 電子股一般來講是單打獨鬥 它不像這個航運股是抱團群眾 航運股其實加起來 就是十幾檔的股票嘛 電子股台股可能有 1000多檔的股票 太分散了 太分散了 所以它比較不會像航運股 一跌下來就出現重災區 它可能有些股票 只跌個十幾二字牌 有些股票跌的比較重 但沒有像這個 航運股災情這麼慘重 再來電子股的部分 因為進場的門檻相對比較高 的確 那航運股的部分的話 進場你可以發現到 從這個今年大概2月3月份 航海王開始起航之後 你每天隨便亂買都可以賺錢 真的 對股價就低管亂上 然後一直聽到什麼 什麼少年股神啊 航海王水手們啊 水手們 發財的文一大堆 還有很多歌都有 很多歌都有 但電子股我覺得難度是比較高 因為你可能要像江湯老師一樣 你要對產業有了解 要知道他未來的新品啊 知道他技術啊 知道他營收什麼時候會出現爆發 但是航運股就比較透明 他講好處是透明嘛 就是你看到運價 運價走高 營收就會創高 但他的問題就在說 他會讓大家陷入到 所謂財報的一個陷阱 那第三個就是說 因為電子股他的選擇標的太多了 所以你可能今天這個車用電子不好 那我就換IC設計 IC設計不好的話 我就換PCB出去 有道理耶 對所以他可以其實很快速的去換股 去找到下一波的一個主流 但航運股 如果你進場不會換股的人 你一進場 身為航海王 死為航海王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 你沒有辦法換到其他的標的 對 因為就像剛剛我們在看上一張很明顯 他那個對賬單 他怎麼買就是長榮陽明萬海 長榮陽明萬海 對就是一直在這邊輪動下去嘛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去分散他的資產 全部都重壓航海 那當然遇到多頭的時候 你會賺得很快 但遇到這種所謂的行情反轉的時候 你可能跑都跑不掉啦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 電子股運本身來看的話 比較分散 有一些門檻 而且不像這個航海王 一跌就全部都通通跌下來 所以導致整個電子股 我覺得看起來 好像災情就不是那麼嚴重了 老師那我更想知道的是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人都畢業了嘛 那假設我就是有勇氣 我想要東山再起 再給我一次入學 復學的機會 有辦法嗎 我覺得先從所謂舊線論線來看 你可以看到 比方說我們舉長榮當例子 這一波真的很多人受傷嘛 你看長榮它有沒有 這個黃色的虛線叫做頸線 對 它跌破頸線之後 其實應該就要做一個 停損出場的動作了 代表它整個整理區間被跌破了 跌破之後你可以發現到 股價是連番往下走低 所以這時候上檔 這邊從233一路整理到120塊 都成為上檔的壓力區的所在 所以這時候當然如果 就現行來講的話 這時候當然整個航運股 如果有反彈 可能還是要站在賣方 待會跟大家講 從葛蘭幣巴拉法德 什麼時候 航運股會出現反轉 你從那個角度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喔 比方說現在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長榮的線型嘛 它均線是呈現下彎 對 所以下彎的時候你可以發現到 你可以看到喔 當這個航海王跌破了這個 均線支撐就剛剛講的 跌破那個頸線的時候 它就整個航行線型翻空了 翻空之後你可以看到 你有機會搶反彈 是在這個4的地方 當它跌得太深 歪離過大的時候 你可以去搶反彈 但反彈之後4到7 你可以發現到 反彈碰到所謂的均線的壓力 它還是會再往下成年走弱 所以你看到 這邊它就出現轉弱發展 到8的部分 第二次反彈 如果連這個均線 都沒有辦法站上的話 代表它可能還有徹底的風險 所以剛剛講到了 那到底長榮什麼時候都會反轉 你可能就要等待到 這個上面 比方說這一條 月線啊 或說季線啊 它們都是下彎的格局 慢慢走平 慢慢上彎之後 等到長榮的股價正式突破 月線 季線之上 它可能行情就會開始出現 反彈或回升的行情 那目前還沒有看到 也代表說 可能未來它股價 反彈碰到月線 反彈碰到季線的關卡 大家可能還是要做一些 停損出場的一個動作 那看到下一張股票 像台積電 它是不是就典型符合到說 它看起來有一點點反彈的力道嘛 第一個 它是不是跌破頸線之後 都出現了 跌破頸線這邊 很快站回去 第二次跌破頸線很快站回去 第三次跌破頸線很快站回去 代表它中多的架構沒有改變 那你看到今天 法說會的利多 它有沒有站到月線跟季線之上 所以假設 你看是不是站上去了 所以它現在這條黃色的線 季線是不是開始轉回上彎了 沒錯 代表說它符合葛蘭幣八大法則 第一次的進場的一個買點嘛 所以假設未來在這個位置 突破了 所以假設未來 台積電衝上去之後 再回到季線關卡 就是第二的絕佳買點 那甚至說 它在往上衝高之後 第三次在跌破季線的話 也是第三個絕佳買點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這兩個光從線型來看 就知道說 為什麼這航運股 好像一直都沒有辦法強力的反彈 就是因為 月線跟季線沒有站上 而且是下彎的 那目前台積電 月線是下彎的嘛 所以也代表說 可能最近在月季線之間 它會有一些震盪拉扯的力道 但是假設 真的第四季台股要往萬八萬九去衝的話 你最早會看到 台積電的月線跟季線 同步轉為上彎之後 我覺得整個趨勢力量 就會開始出現轉強了 那這樣子說我了解了 葛蘭幣八大法則 很多新手小白 其實剛入股師 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那還有什麼更進階的小Paybook 浩瑋老師要補充嗎 還是我們 我們可以請江陽老師啊 我有一個葛蘭幣的進階版 簡單版 我聽到簡單版我就開心了 你看這個圖 你給我這個圖有沒有 1 2 3 那個虛線均線 有沒有這樣的特色 正邪率 對 正邪率 6 7 8 負邪率 有沒有 所以說 你投資朋友 你要說畢業之後要負學有沒有 這是最簡單的一招 永遠堅持下去 你能夠持有的股票 永遠維持正邪率 這樣子的永遠都不要碰 我認為萬無意思 對 我們在看到剛剛長榮的那裡 其實來講好了 其實很明顯 對啊 就是往下 往下的時候就不要碰了 其實往下 其實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老實說往下寫率 喔 那這樣我理解了 好 謝謝 謝謝浩瑋老師今天教我們 畢業後怎麼再站起來 怎麼復學 好 謝謝校長 謝謝校長 謝謝 那葛蘭幣八大法則 其實我們教學單元也都有 大家可以在福利社的頻道裡面搜尋 那今天台股畢業季 真心畢業文 我全部都大放送分享給你 大家觀眾朋友學會了嗎 那我們正片呢 在解盤的節目是每週一、三、五晚上八點 那禮拜二、禮拜四的晚間八點 也有教學單元 所以每一天都陪伴在你身邊喔 最後也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怎麼這樣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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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半已經過了 讓你不要嚇我喔 可以喔 你有沒有感覺到台股硬硬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 台股硬硬的 台股硬硬的 到尾底面了 他在過 哇 欸不對 我們還在讀表喔 怎麼沒好 他沒有自從額音的好不好 沒有大方 他沒有輸他最後沒有輸 是 他是道跑的 他道跑 他輸了 他沒有輸 大哥出下了 沒有 大哥沒有輸 他沒有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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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Courte 就當我們逸這樣子 下面一個 можно 從上的幾個月 的 你最好才講一句話 啊 你的贵服 BRAVE!BRAVE!BRAVE!